美股年跌八周 百年罕见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后市如何发展 三只股票历史大涨 创一年新高 其中两只股票创历史新高 它们是什么公司 值得投资吗 为什么说在股市里卖铲子的公司比淘金子更赚钱 投资人如何在大跌中挑选好公司 标准是什么 有哪些启示 新老观众欢迎订阅钱从哪里来 节目马上开始 截至5月22日 美股大盘依然持续下跌 其中美股道琼斯指数已经连续下跌八周时间 创下了自1923年以来的最长的年跌记录 百年罕见 而另外两大美股指数 代表美国最大500家公司的标普500指数 和高科技公司云集的纳斯达克指数 也都连续下跌了七周 均创下了自2000年互联网泡沫以来的最长连跌记录 美股的走势就是如此 一旦下跌趋势产生 就会一直跌下去 跌到让投资人怀疑人生时才会止跌回升 而美股之所以产生这种连跌八周的百年罕见的情况 主要是由于以下几方面的因素造成的 首先是美国国内通胀力创了几十年新高 以加州为例 一加轮的87号普通汽油的价格 已经散展至6.2美元 创历史新高 而美国号称是车轮上的国家 汽油 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大幅散展 是每家都能亲身体会到的 民众怨声在道 拜登政府为了压制极高的通胀 采取了快速加息和缩表的财政货币政策 造成了市场上货币的紧张 给美股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而且这一轮加息周期还远未结束 美股将持续承压 后市持续看跌 其次是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 受疫群的影响 几大经济重镇 包括深圳 上海 北京 广州等 都采取了极为严厉的分控措施 大半个中国的几亿人都处在分控之中 人员 产品 物资等都无法流动 造成了全球供应链大乱 对全球经济生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和冲击 而且中国的疫情和分控 还远没有到结束的阶段 不知道还要分控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不仅中国的经济造成重创 世界经济也因供应链的中断 造成了持续的动荡 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 而股市是最不喜欢不确定性的 投资人无所适从 心情极度紧张 一有不利的风吹草动 就会尽快撤离股市 美股后市持续看跌 最后是欧洲方面 受俄乌战争的影响 市场极度不稳定 对俄罗斯实施的能源禁运 对很多的欧洲国家自身的经济也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能源不足 企业的开工率大幅下降 同时 能源价格大涨 也造成了产品价格大幅上涨 中国供应链的中断 导致经济有衰退的风险 并且俄罗斯和乌克兰是世界上主要的粮食生产出口国 战争导致了粮食出口中断 世界性的粮食危机即将到来 总之 世界的经济就是一团乱 而股市是经济的风向标 当全球性的粮食危机到来时 如果很多人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那还谈什么经济发展 并且全球的经济也有联动性 一个地区的经济出了问题 就会给其他地区带来影响 更何况现在的情况是 世界上最主要的经济体 美国、中国、欧洲同时出了问题 可见美股的后市持续不看好 下跌在所难免 而在美股的一片大跌中 却有几只股票不跌反涨 不仅连创一年新高 甚至有个股创了历史新高 后市持续看涨 投资人可以持续关注 下面我们就来介绍这几只创新高的股票 看看它们都有哪些神奇之处 为何能在这一轮持续的下跌中 开启散涨通道 看看这些散涨的股票 有什么相同之处 给投资人哪些启示 第一只股票 Kotova INC 纳斯达克股票代号CTVA 这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印第安纳州 印第安纳波利斯市的农业公司 公司提供种子的优选服务和农作物的保护服务 种子部门开发先进的优选种子 为农场带来最佳产量 可增强对天气、疾病、昆虫、除草剂的抵抗力 并提高食品的营养性 种子部门还提供数字解决方案 帮助农民做出决策 以优化产品选择 最大限度的提高产量和盈利能力 作物保护部门提供防止杂草、昆虫和其他害虫和疾病的产品 并通过公司的应用技术 增强地上、地下的作物健康 并提供除草剂、杀虫剂等 公司业务遍及美国、加拿大、拉丁美洲、亚太地区、欧洲、中东和非洲等世界各地 公司成立于2018年 2019年5月20日开始在美股纳斯达克市场交易 自善事之日起的三年里 股价持续上涨 今年前五个月 股价已经创了24个一年新高 股价从去年底的47.28美元上涨了31% 今天5月24日 股价还创下了历史新高的62.19美元 公司的资产448亿美元 在今年5月4日公布的公司今年第一季度的财报中显示 公司净销售增长了10% 有机产品的销售增长了16% 在近年来人们对有机产品的喜爱逐步增加的情况下 这一销售尤其喜人 公司的净收入为5.77亿美元和每股0.79美元 公司预估2022年全年的净利润为每股2.35美元至2.55美元之间 公司业绩持续增长 服务产品独特 在全球粮食危机即将爆发之际 公司为粮食生产安全提供保障 股价创了历史新高 也意味着公司的股价后市将持续看涨 投资人可以密切留意该股 公司的网址是www.corteva.com 第二只股票 Diana Shipping INC Diana韩运公司 纳斯达克股票代号DSX 这是一家总部位于希腊雅典的海运公司 公司提供干散货轮的远洋运输服务 包括铁矿石、煤炭、古物、各种工业原物料等 截至2022年4月13日 公司经营35艘干散货轮 公司有全职员工819人 是一家大型的远洋运输公司 公司资产5亿4700万美元 由于从去年以来的航运费用大幅上涨 对公司的经营生产产生了极大的利好 在今年5月24日公布的 公司今年第一季度的财报中显示 公司今年第一财季销售收入为6590万美元 净利润为2460万美元和每股0.31美元 公司宣布提高季度股息至0.25美元 凡是在今年6月6日记录购买公司股票的投资人 在今年6月17日将获得每股0.25美元的现金股息 相对于公司今天5月24日的收盘价6.36美元 意味着仅仅一个季度的投资人就能获得4%的现金红利 公司已经连续两个季度提高现金股息 比例达150% 公司股价今年前五个月已经创了19个一年新高 五个月股价上涨了63% 今天5月24日股价又创了一年新高的6.36美元 受益于航运价格的暴涨 公司盈利前景持续看好 可以预见随着后疫情时代的供应链恢复 海运公司还将迎来大量的业务需求 公司的后市股价持续看涨 公司的网址是www.dianashippinc.com 第三家公司Saren Corporation 纳斯达克股票代号CERN 这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密苏里州 北堪沙斯市的医疗保健信息技术服务公司 公司提供云技术平台 将医生、护士、实验室技术人员、药剂师、前台后台专业人员 以及消费者进行连接 并提供临床和财务医疗保健信息技术解决方案 公司为各级医疗保健系统提供技术支持 实施培训、数据分析等 公司技术广泛适用于医师网络、医疗组织、医院、医疗中心、独立实验室 家庭健康机构、血库、成像中心、药店、制药商、政府和公共卫生组织等提供服务 公司成立于1979年 公司全职员工25,150人 公司资产278亿美元 公司于1987年1月1日在美股纳斯达克市场交易 公司股价至交易之日起一路上涨 股价已经上涨了超过400倍 延然就是一个不出事的苹果微软公司 公司股价上涨十分稳定 今天5月24日 公司的股价还创了历史新高的94.44美元 在今年5月3日公布的公司今年第一季度的财报中显示 公司第一季度营收14亿3000万美元 每股净利润为0.89美元 比去年同期上涨了17% 对一家成立43年的老牌医疗服务公司来说 这一数据还是相当具有说服力的好公司 公司后市持续看涨 公司的网址是www.cerner.com 以上介绍的三家公司分别代表了粮食、海运、医疗服务 其共同点是业绩稳定、利润增长、行业前景持续利好 以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在今年美股持续大幅下跌的背景下 这三只股票不跌反涨 创52周新高 其中两家公司的股票还创了历史新高 如果我们再仔细研究这三家公司 可以发现 当全球性的粮食危机即将到来之际 股价创历史新高的是种子公司 当全球供应链中断、通胀率危机发生时 股价创新高的是航运公司 当新冠疫情严重 医疗、医护资源紧张之时 股价创历史新高的是医疗信息技术服务公司 这不由让人想起的 当某地发现了金矿时 大批淘金人蜂拥而至 最后发大财的却是 给淘金人提供产子的供应服务商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在股市里发大财的人 不是那些短期靠运气报复的投资人 而是在股市里坚持最久的那一批投资人 通过以上的分析 投资人能从中得到哪些投资启示呢 欢迎留言分享 谢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